在這裡呢 我特別要針對 發起活動的公民1985聯盟 的幾項訴求 做出下面這幾點回應 第一 行政院將會成立一個 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 接受社會各界 對歷年的冤案 重啟調查的訴求 我們也會主動過濾 過去軍事審判案件中 有疑義的案件 這個委員會 我將會責請 羅英寫政務委員負責召集 他的成員 包括國防部 法務部 律師公會代表 法律學者專家 人權團體 及公民團體代表等等 委員會在受理 或者是過濾出 一案之後 就會調閱 國防部的相關資料 而國防部將會全力配合 如果這些資料 的審視結果 符合再審 或者是非常上述的要件 我們就會協助 展開後續的 法律程序 第二點 行政院將會全力推動 修正 軍事審判法 讓陳平時期的軍法 全面回歸司法審判 日前 我已經責成羅政務委員 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跟執政黨的黨團 密切溝通 那麼經過連日來的討論 我們已經獲得一些共識 我們的做法是會 優先把觸犯 以下罪行的案件 交由普通法院來 真審 這些案件包括 長官林涅部署罪 違法處罰罪 違法阻擾成情申訴罪 殺人罪 傷害罪 妨礙性自主罪 等等這些案件 都會 在這個修法之中 交由普通法院 來進行真審 至於未來 要進一步研議如何 進行軍法審判制度的 全面變革 好 把所有的案件 移交給普通法院來審理 這一件事情呢 是國家的 重大制度的改變 我們一定會審慎為之 以兼顧人權的保障 以及軍事紀律 第三點 關於洪仲秋先生 不幸往生的這個個案 行政院已經在幾天之前 要求法務部及國防部 全力偵辦 那前兩天各位也看到 軍事檢察署 以及桃園地檢署 已經分別就他們所負責的部分 完成偵查 分別予以起訴或不起訴之處分 目前基於軍人觸犯陸海空軍 刑法的案件 依法律的規定 應該由軍事審判 軍事法庭來審判 因此特徵組也已經在日前 有公開表示 這個個案 不屬於特徵組的職權範圍 第四點 我也要求國防部 立即針對軍中的管教制度 禁閉制度 以及申訴制度等等 有關於軍中人權的制度 做出全面的徹底檢討 以杜絕所有不合人道 或者是違法濫權的作為 以上這四點 是我們針對今天公民1985聯盟 所發動的這一場公民活動的訴求 所做出的回應 我也要趁這個機會 再度的表示 行政院對於本案的重視 以及對於本案所引申的 社會效應的重視